今年是中国和以色列建交20周年 作为系列庆祝活动之一的以色列水果节正在上海举行 以色列驻上海的总领事艾亚克表示 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有深厚的基础 未来几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200亿美元 产自四海被誉为沙漠面包的以色列椰枣王 来自以色列的红西幼无子秘聚 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的以色列水果节 汇集了众多以色列特色水果 也是中国和以色列建交2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而这次以色列水果节的开幕式就特别选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关举行 以纪念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友谊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20年来双边贸易额从建交支出的5000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80多亿美元 增长了160倍 中国已成为以色列第三大出口市场 艾亚克就表示以色列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两国在农业科技等方面合作潜力巨大 未来几年双边贸易额有望达到200亿美元 封号卫视当里的葛静上一波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